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天分 还是画是一个苦练出来的呢 没有 是一个 譬如说只是一群朋友 他们已经在画 可是他们缺了几个人来一道付学费 当分子 对 其中的一个议员 OK 所以同时我们就进去了几个人 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画 所以我永远记住当第一个画笔点下去的恐慌 那我第一幅画我想都是班上十几个同学一道帮我一道完成的 可是当你画了以后你会发现 你对一样东西喜欢的时候 我是很认真做事的人 我在一个月之内我就找到三个不同的老师 我就到处去学 到处去学 你可不可以讲一讲是谁带您进入这个领域 那您第一个学习的老师是谁 我第一个学习老师是叶帆荣叶老师 他到现在还是在带我的一些朋友在画画 他画得很好 不过跟我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画了六年以后呢 我就觉得我不行 因为我画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办法那么规规矩矩的 就是老师教一部分 你就是学画一部分 因为我就要做我自己了 您就自创了一个 你自己的一个 我要自创 可是创不出来 所以我就停了 我停了三年没有画 我停了三年没有画了以后 我先生 我应该说他是我的恩人 因为他是觉得我没有画 可惜掉了 他的一句话就是说 一个人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嗜好 那他说你的嗜好是 还带了一点财气 那我的回答很简单 我跟他讲说 我没有画饰 我真的是没有画饰 他就叫我去找 那我去找但雷佳最近的 那到后来是最贵的 所以我本来一直不让人家到我画室来看 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用那么好的画 人家的房子变成我的画室 那他在引路的这个书上有写 所以他写了 这是最新出版的一本书 他写了说我在最贵的地方买了画室 所以我才开始让人家知道我的画室在哪里 那你想知道人家的这种看法 当我像一个我作官给你 我想知道他不好意思 卖一样的 我会议到一起的打花室 我谈不听了 那么多的会议到你 我已经找到这个君子这种看法 为什么我都不听了